无分别的 不退转的 那你要去修 你不能说 师父反正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笑 你怎么叫我做呢 我这生气第一 笑最后 谁谁量第一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习气 你要改 那我想所谓闭关或是禅修 它是一种生死 关的意思叫隔绝外缘 所以我早上来听说我们此地的会长非常热忱 定得非常严格 这个好 平常各位跟我在一起太好混了 所以这一点 我想这个佛教都有它很好的姻缘 一切都是一个很好的祝愿 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该严谨的时候要严谨 该轻松的时候 我们轻松惯的人 那你要给自己定好这种功课 所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持无量心 那各位你就要练习了 在你们房间这几个人 大家讲好 眼睛看到你就要笑 眼睛看到你就要笑 就像我们看baby一样 对不对 我们那种做过父母的人 想要看我们就想要抱他了 对不对 就想要给他微笑 因为我爱他 特别我跟各位一样有父母 我父母眼睛看我我就要笑了 父母对我笑 他没笑我也要笑 因为我要逗他笑 那我讲的无量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然后就对待 但是又讲回来 冤情平等 他做错你还是要跟他讲 你不能威胁别人 所以我必须对我过去威胁过你 跟你抱歉 但是我听了这个法以后 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因为这个叫实修 所以当然大乘里面所有的教法 都是我们的戒律 就是说你要不要实践 实修 当然帮助实修最好的方法是观修 观修是在你内心里面去练习 观修持无量心 就是我对每个人都要微笑 拥抱他 对他很好 关心他 一直一直练习到你的向由心声 产生了实际的行动 但是不能漠不关心 所以你就要开始去练习 所以当然如果是我 我会叫好 现在开始实修持无量心 我眼睛看了各位 你不能不笑 你就是要一直笑就对 我中头彩了 就是那个样子 这下我发了 哇 这下你已经成佛了 你还不笑 你妈妈本来在生病 现在好起来 你那种心情很好 因为你必须用你的向去修 你的心变成你那种向 给人家那种快乐 没有压力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事情一来的就是压力 然后就是皱眉 然后就是开始睡不着 开始什么事情都来 在理论上 我认为 藏传辅教的主持大德 就把三藏十二部的理论 都把它整理成一个浓缩的次第 大概就跑不了这个次第 但是也这样有好处也有缺点 好处是重点 那坏处是 那所有人都卡在这里面 所以对于广大的精脏就不深入了 因为他就在这条路上面走而已 而且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一生成佛 大家都来拼吧 好像你没有达到圣意体空性 大手运到圆满 可能在学院里面会输人家 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 但是我们汉人可能不太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大众 所以前行叫四俗体的菩提心 对我们更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带信徒走路 四俗菩提心 每天去做三十礼拜 供养 七字供 普贤十大院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停在这个阶段 我们自己必须要 有这种空性圣意的菩提心 这种平静 但是只是因为众生父母是这样 对不对 现在爸爸妈妈连吃素都还没有 你不能跟他谈这个 要谈放生 谈戒杀 先谈这个 对对方是如此 所以对自己 不能说对不起我要修这个 不要跟我讲话 我要闭关 那你又舍弃了众生 那又违背了慈悲心 所以我想官修跟实修 对我们汉传跟藏传解释不一样 我们的实修是面对群众 面对群众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但是我们理论不扎实 因为我们浩瀚的经典 有时候你抓不到重点 然后呢 藏传福教的祖师把这些重点 中科巴大师 阿提侠尊哲 甘波巴大师 莲花生大师 都是这个道次第 大概不太会离开 这简单的次第 所以但是问题是 你要把它拿来用 你要拿来用 而且 而且任波切这方面表达得非常好 实修 我敢讲并不是说 他私底下是一个天天笑的人 但是他面对到别人 他就可以表现非常亲切 关心 然后私底下他蛮严谨的 但是这是他已经习惯了 所以会很多人愿意亲近他 也可以说 你现在最容易亲近的善知识 而且各位都听我讲过 事实上 我认为 也很多善知识认为 他就是几天送宏尊者的 圆满的转世 所以意思就是 你就直接接触到 这位正如空性圆满的祖师 所以 当然 在这一点 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把他的人性上 以及他的教法的精髓 入你的心 那你要重复再重复 当然如果说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的话 我会 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三日法师 刚刚仁波切早上讲的 请你用十五分钟描述一下 这样你会讲 你不要说 等一下我看一下书 所以各位 你不做笔记可以 但是你要背下来 你背不下来 你要做笔记 你不要把它听完就算了 然后 如果你叫我讲了严谨 下回你就不能参加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 你不想这么做 只想做一个汤匙 那就没意义 吸收不了营养 所以就认真 然后一下课少讲话 各位就 各位你们 很多人说以前 不要讲 这边的教法以外的事情 就是说 要么你就很认真 要谈 就是谈 他们说尽量不要讲话 那一点 他刚刚讲什么 我问那个地方 没记清楚 就像早上我听到 理解的空性 感受的空性 我听到了 理解了 感受的空性 我好像没听清楚 但是感受的空性 还不究竟 你听后面还有一个 圣意的空性 体振的空性 没有你这个 找不到理由 再问 再问就好了 但是 但是我一定要 去了解 然后呢 因为 要去正道 希望自己要发愿 去正道 因为这些都是 成佛的质量 所有都是成佛的质量 所以 当然所谓世俗的 菩提心这个前行 慈心悲心 菩提心 这个叫三书圣 这个就是前行 正行是空性 觉行回向 那藏传佛教 这些次第 很好 那你拿来用 然后 加上这些观修 特别一开始讲的 这种 所谓心绪 要达到 无分别的状态 一体的状态 这是 佛教的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 还有 分别 这个对 我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这个都 这个都没法达到 心绪的平等 早上还有一句话 三藏 所有的三藏 今天都是在对峙 我们的我之烦恼 这一句话 你要 根本 我们的我之烦恼 根本 就是我们的 无名于赐 但是众生 都为了这个 在受苦 所以 当然 各位要抓一个 自己 这些重点 然后一直用在自己 所谓禅修 就是重复 习惯 习惯在 没有我之的状态 所以 就像地上菩萨的 横河沙定 那是一种慈悲 观修 了解众生的苦 所有众生的苦 我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 我生起这种 时时刻刻 立他的心 当然这也是 进入空性 最好的方法 快速的方法 那等于说 我们 虽然大家在忙于 这些事项的 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不能忘记 如果忘记了 然后我们就用 自己的想法来 解释佛法 或者是做佛教的事 做出自己的个性来了 也变成说 每一个中心 每一个道场 好像都有他 人的个性 在这里面 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我们要 舍弃人 入这个法 不能把人的个性 习性带入这个法 那这个会 就输掉了 所以 特别利他的过程 一定要断除 这个习性个性 所以 当然在这一点 我们 也会把 今天我们 这位康部 多杰康部 很专业的 很仔细的 翻译的非常好 这个各位你要学 那已经翻译好了 你又如何去 讲给 像各位法师 你们不一样的中心 千万不要 反正我就是负责唱 我负责念 我负责带 但是 这个也不是负责任 因为 我觉得 你听了这个法 不分在家出家 你就有责任 把这个法 带给所有的 你认识的 不分在家出家的人 不是 不能说我不讲 也不能说我不懂 因为 这是一个理论上 我听到的很好 我们一起来共修 但是你要把这个 带给他们 为了带给他们 那当然你要去 录影带 调出来 要从头整理一次 然后 这样就传 这个藏传活就好 就好在这边 它叫副讲 你听三知识讲了 灌顶 那你就有资格 赴讲 而且你也要赴讲 就一个一个传下去 那我们汉人就比较 不那么强调 因为 每一位法师 可以用他 个人的特色 善小方便 去接引众生 最后达到 一样的目标 那当然可以 但是我认为 两套都要 因为我们 事情做久了 讲久了 就像各位早上 这样听 你如果认真 听 念里面的法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这次你平常 也听不到我说 我也不会讲这么深 但是 这些你要把它 吸收下来 因为你重复 多一点 多一点 再加上我们 平常的 喜欢做干润事实 严功 放生 也把这个法 给带进去了 带着信徒 修福报的 同时 我们也要给 信徒这种法 那这个法 就有压力 既然我叫人家 修持无量心 那你自己 怎么不持呢 你要给自己压力 你要展现微笑 而不是展现 严肃 严厉 但是因为 有些人习惯了 我喜欢严肃一点 讲人家的缺点 但是你这样 就违背了 事无量心 所以 这样对自己 也没好处 所以要把 听闻道的 就当作 自己的戒律 当然我们要是 就归在佛前 忏悔过去的 不辞 现在 佛的加持 让我能够 这样去做 所以里面 有一段话 非常好 有时候一般讲 见地 那各位可能 你叫 这个贱 正贱 佛教女人 最怕斜贱 这个贱 到底未来事情 都还在 因为你认为 这是自然 比如说 孝顺父母 他本来就自然的 谁又不想 这个叫贱地 这样啊 所以 那斜贱呢 动物可以杀 这变斜贱 不信因果 他这天生 本来自然的 就是这样 那这见地 就是密纵 那这个 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心没有对立 没有二元对立的感觉 入于等词 平等 我们叫三妹 入于等词 所以 当然经常这样修 可以达到 将各位打坐的时候 达到身心合一 的状态 可以偶尔这样 我们来自然的 我们下期再见